我希望未來我不會做措施 被追獎 好的 OK 謝謝 好 謝謝黃心理師 其實幫我練了一個很好的理 因為我今天本來是想來說故事 因為我其實知道今天會參與這個講座的同學 一定是很關心 當然一定是有同學 還有很多社會人士 很關心這個議題 我相信你們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是不是先了解一下 這裡有沒有人是現在是心理師呢 哇 我們心理師還來 很難得 對不對 有多少不是念心理專門科系的 但是想了解 謝謝 所以其他是 那就不用問了 好 提到再問 不好意思 我是公民記者好奇寶寶 我現在在做錄影 您的意思是說可以錄音 不可以錄影 我想知道 Kalau不到知道你的 這樣不要知道 那收到日本條款 OK 好 好的 不是我問你 您就稍微過去 對 Gleich 我知道 你們可以廣 謝謝제로 我只是個人的癖心 很奇怪好不好 我想先分享一下我的背景 我是諮商心理師 同時是家族治療師 我漸漸在使用家族治療師這個身份 所以你們會發現 都會我對心理師的看法 跟我的專業背景 跟我的個人背景有關 那我原先大學畢業是外圍系 我不是念諮商 也不是念臨床 那如果我活在這個時代 我還要在台灣想進入心理學研究所 我可能考不上 因為我當時是出國去念的 當時是賺了很多年的錢 足夠支持我出國去念 我在奧爾根大學諮商心理學習畢業 那當時我本來只是想當老師 可是當老師之後讓我發覺 我對於跟學生的談話比 在教室管理學生秩序更有興趣 好像也更有能力一點 所以是我的工作經驗幫我找到我這個方向 那我到了這個大學念書的時候 我不是寫論文的一個碩士學位 因為我的這個program 它可以你要寫論文 它也可以你不要寫論文 可是你要通過一個口試 一個簡單的文章通過口試 當時我想做食物工作 所以我沒有寫論文 所以沒有很多科學家的訓練 OK 雖然我10年前食物經驗夠了 我開始想要做研究 我很遺憾 我沒有研究的能力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真的要開始做 我可以學習 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很缺乏法的是 懂得臨床工作 真的是懂得臨床工作 然後做適合臨床工作的一個研究者 這樣子的學者 所以我們的研究能不能針對 我們食物工作有效 我覺得這一直是學界需要努力的一方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對我來講 我是有一個熱情 朝著這個方向去走 回來之後 我在台灣也工作快20年了 那在這20年當中 我的很多的經驗 特別是在大概十多年前 心理師法通過不久 台灣的諮商心理學界 終於有一個台北市 諮商心理師公會成立 所以我是在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貴的東西 把一群專業人員 心理師法我想功過是怎麼樣 我想他有他的功也有他的過 那他的功是把一群人 專業的人可以聚在一起 開始思考他的專業 開始爭取專業 或是為民眾服務的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是在那個機會 我參與了一次的精神衛生法修法 96年精神衛生法修法一次 代表公務委去參加 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經驗 也是我投入公共事務的一個轉線點 因為我實在是進去之後 雖然我沒有被邀請 因為通常是邀臨床的嘛 一直以來 那我們爭取去參加 但是呢進去之後我發現 我一直以為 因為我自己的先生也是臨床心理師 那我知道他在醫院實習 他在工作啊 我想說 那精神衛生法裡頭 應該會很清楚的說要提供給 這些精神病患 還有這個他的家屬需要的心理治療 可是在這個法裡 幾乎還要爭取 要吵架才可以把這幾個字眼放進去 所以為我是很大的衝擊 我一直以為政府做了很多事 後來我才發覺很多事都沒有做 我都以為他有做 OK 好 這個是我的開場 讓你們了解 那我想先介紹一下 這個是林立淳修法的那個心理師 心理治療心理師的業務 我想現在的心理師法 對臨床心理師 對臨床心理師 還有對所有的民眾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適切的法 那我們一直在爭說 臨床會做什麼 臨床會做什麼 對我來講 這麼多年的實務工作 我覺得我的臨床工作在做這些 根據心理 臨床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 還有很重要的是 臨床心理 是專業倫理 因為我們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關係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遵守一個倫理 你沒辦法建立 跟你的個案 一個信任關係 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我想人跟人的關係也是這樣 沒有信任什麼都不用它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之下 我們做什麼 協助民眾做的是什麼 第一個 生命轉嫌 譬如說 你本來單身 你變結婚 你本來沒小孩 你變身小孩 你本來沒病 你變得生病 你本來沒出車禍 車禍呢 撞斷一條腿 好 生命轉嫌期或重大事故時的調適 所以它是一個adjustment 幫忙人家適應你生活中一種很正常會發生的一個事情 第二個是個人心理健康的發展 當然對心理健康你的定義是什麼 我這裡就不定義了 反正誰健康誰不健康 對不對 你說我健康 我說你不健康 你也可以說我不健康 OK 好 自我接納度與自我價值的提升 那這是在多年工作之後 我相信 在這個部分 是我們工作的核心 一個人沒有覺得自己有價值 一個人總是批判自己 他沒有能量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也許可以做 但是他就會很OC 他會很高的焦慮 他會有各種很奇怪的反應 OK 好 人際關係與家庭關係的改善 那這在這幾年 我從事家族治療的工作 更覺得這是核心 特別針對兒童青少年 太重要了 因為很多兒童的一個症狀的反應 都是反應了家庭的壓力 父母過得不好 兒童當然也過得不好 對不對 而且現在的父母壓力這麼大 那協助民眾做這些幹什麼呢 是要預防嚴重的心理疾病 偏差跟行為 偏差行為的發生 那我想就是剛才 黃心理師講的 所謂的心理 臨床心理師一直在做的工作 那我特別要強調是嚴重的心理疾病 OK 好 這是我認為諮商心理師的業務 那我就把剛才心理師法的 現在的十字的業務 你們看這個業務 這個是什麼 這個基本上是臨床的東西 那我知道為了諮商加進來 臨床跟諮商界其實弄得不是很奇怪 好多年到現在還是偶爾擦槍走過 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個是這麼多年的東西 到現在大家還在生氣彼此 當然都是每一個人 這是很奇怪的事 因為沒有人故意要變成這樣 當時為什麼諮商要加進來 我知道因為臨床努力了好多年 你看從八十幾年就開始了 想要立一個法 後來是因為九二一大地震 心理師法才撐機會 才通過的嘛 對不對 可是諮商那為什麼要加進來 因為這個法對諮商心理師來講 叫做血逐勢力 就是你不要想我自貶 因為胖胖的不一定不好 對不對 腳大也不一定不好 因為諮商要做的是一般正常功能的人 他在生命中有一些狀況 他需要有人跟他討論的工作 這是一大族群的人 而臨床要做的是已經生病的人 在所謂DSM的定義下生病的人 所以我們本來是這麼大 我們被縮減在一個醫療模式 疾病模式的一個工作範圍裡面 那這對諮商來講 是一個我覺得真的是穿錯衣服 嫁錯老公 類似這種情況 所以我在想 如果蘇清泉跟江慧珍提的這個法 他如果沒有 我們希望他不會過 但是如果他有任何的正向的意義 就是開放一個機會 讓我們不管是臨床或諮商界 或所有關心心理 台灣民眾的心理健康的人 有一個在討論在解釋 在改進的一個機會 我希望在業務上 未來可以有些改變 目前我們三會所討論的版本 我很多人也不一定滿意 所以我想那個繼續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在這裡 很多都是針對這個醫療模式 就是比較疾病的模式去的 那諮商界concerned是甚麼 就像黃心理師剛才做的 欸 臨床多做兩樣 這樣會不會給民眾感覺 臨床比諮商專業 因為他做的比諮商的還多 我不曉得民眾的了解是甚麼 如果看就很好 OK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靠空也沒有做很多 我只是很想讓大家了解 對我而言 諮商跟臨床也覺得不一樣 那個臨床clinical psychology 在clinic這個字 最早那個希臘文 其實就是臨床 那一般是病人 可是consult這個字 在希臘裡頭 是給建議給諮詢 所以consulting psychology 是比較是甚麼 我們跟一般人討論啊 有時候給一些建議啊 或是做一些想法的鬆動 透過你的視野 去做不同的決定 所以其實是兩個 不太一樣的專業 因為你是很會跟病人工作 你真的懂一般人的心理狀態 他所面臨的嗎 我們智商很懂一般人的 所謂的成長發展 面對的議題 叫我真的去做 這麼多的嚴重的病人 我會做嗎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想這裡 我們先要先進去 OK 那幾個故事分享 這個只是提醒我自己 我要跟你們講甚麼故事 OK 第一個故事 我剛才也說過了 我還記得在那個會上 我說我認為智商是很重要 結果當時主持會議的 護身署醫師 醫師處的處長 就問了當時在場的 一個精神科醫師 大家都認識的 宋維春醫師 那我當時是出生之度不畏苦 因為我第一次去開這個會 我就覺得很荒謬 我就說 我雖然很自動 宋維春醫師 可是對我來講 我的智商專業 竟然要給另外一個專業 來定義 我的智商專業是甚麼 那我覺得當時的醫師處長 我覺得他也是很開放的 他接受的 所以他也沒有 沒有沒有發飆 沒有甚麼 後來這些字也進去了 那我是在那個會議 遇到這個 醫師在從事精神疾病 病患跟家屬的一個民間團體 新生活協會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在跟他們工作 可是我不是做精神疾病的人 可是他們很需要的是甚麼 一些穩定的病人 一些為了他的孩子 為了家人生病的家屬 他們在生活中一直很需要 有人跟他談一談 他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所以他們很希望他的工作人員 其實他的工作人員是甚麼 很多是大學剛畢業的社工系的 甚麼社會福利系的 應用心理系的 輔大應用心理系的 甚麼這種 大學剛畢業的新生人 去做那一份工作 而他們的工作是甚麼 就是接觸精神疾病患者 這是我在第三個故事 我可以告訴你他的一個經驗 那這個協會的總幹事 他總是很納悶 為甚麼這些剛畢業 沒有做過太多心理治療 心理諮商專業訓練的 年輕的孩子 他們就可以去接受精神疾病患者 可是受過更好的 專業訓練的諮商心理師 依據心理師法 是違法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大家值得思考的 特別是當他在招募人的時候 招募不到社工 社工可以做 可是因為這是社會局內政部 很多的方案他們要社工 心理系的想去 他也想收 他不能收 因為這個錢 只讓他不設工相關科系的大學病生 所以我想臨床實務的第一現場 有很多的狀況 並不是一個法能夠解決 能夠了解的一個情況 第二個故事是 我的兒子兩個都青少年了 但是他們在小學 其實有很多的故事 這是我第二個驚訝 因為我一直 我自己在這個領域 我知道中國輔導學會 這個是幾年後來 才變成台灣資商心理學會的 所以我一直以為 學校輔導是在做的 直到我兒子進小學 他告訴我很多 學校同學發生的事情 我才知道他們的小學 台北市的小學 沒有一個專任的輔導老師 一直到前幾年國民教育法 因為桃園發的國民霸力事件 才把國民教育法第十條 真正需要退治多少的專任輔導人 老師分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才進去 但是在我兒子念小學的時候 小學沒有專任專業的輔導人 老師的輔導人員 他來告訴我什麼 讓我這麼驚嚇 他告訴我說 媽媽今天A同學 被B同學摔到地上 脊椎斷了 我說真的 斷了 那怎麼辦呢 他後來就爬起來了 讓我想爬起來 一個脊椎給你怎麼斷 他說後來他就爬起來了 我說怎麼會這樣啊 那個B同學都是這樣 他從小學一年級都是這樣 然後呢 他那天還拿著兩根三角尺 追著我跑 我就跑 我說你為什麼不去找老師呢 他說我相信我可以跑得比他快 那你看 這位B同學是從小學一年級 就有種種這種 肢體上的一種行為問題 發生在學校 小學一年級 大家都看到了 到了六年級還沒有出病 越來越長大還沒難處理 對不對 所以我想某種程度 很多社會的悲劇災難 其實都幫我們整個社會 再重新檢討 所以很多的法案通過 都是因為發生了很多的悲劇 包括弘舟雄的案 我希望這次政節的案 我們也可以好好的檢討 我們對於民眾的心理健康 到底這些政策 到底這些做法 需要做什麼改進 所以我在那個經驗當中 太多的經驗 我另外一個兒子告訴我 他在去畢業旅行小學 他已經跟他一個很要好的 搬上一個安靜 功課不錯的同學 他因為我兒子的醫院還不錯 他們就已經說好 他們要睡同一房了 可是呢 他們班有一個專門打人的同學 沒有人跟他要睡同一房 還有剛好那個常被他打的那個人 也沒有人要跟他睡同一房 所以就變成兩個人要睡同一房 然後呢 他們就那個當然都不願意啊 那個打人的也是我同伯 我兒子和他的同學 結果呢 老師就把他們三個人 這個打人的跟被打的 還有我兒子就叫到他前面 他跟我兒子說 你某某 你去跟這個打人的同學睡覺 因為如果這個被打的同學跟他睡覺 一定會被他打得平彩 這個消息一說了 本來說好要跟我兒子睡覺的人 就班長大哭 你本來沒有辦法跟我兒子睡 我兒子 我問說那你怎麼樣呢 他說還好啊 這個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老師的處理是這樣子的 那你說他錯嗎 也不是 因為我知道很多時候 他的老師沒辦法 只好叫隔壁的男老師撞丁 把這打人的同學 逼到哪裡去罰站 所以整個學校的輔導系統 老師也缺乏資源 他們要管班級 要教什麼都來不及了 當然好一點 現在很多的專業人員 進入了校園 可是很多的磨合還在發生 我想現在學生輔導 輔導法要可以 我希望可以有更好的 這個輔導機制出現 我第四個要分享 是一個家族治療大師 明顯的感慨 這位老先生現在應該93歲 我只跟他見過一次面 是2001年在北京 他去那裡做示範講學 他是結構派家族治療的大師 大概是第一代裡死的差不多了 大概只剩他 他每一年都覺得他快要死了 OK 那2008年 我想很多人知道 在加州美國 Arikson學會都會拜個治療大師 清理治療大會 大概每五年拜一次 2008年他去的時候 那一年他應該87年 還是數學不太好 反正是老先生 那時候我沒去 但是我們好幾個醫器學 家族治療的同仁就去參加 他回來告訴我 他們去參加了 Munichin那一場 是有7000多人的一個會場 在聽他演講 Munichin他自己 是阿根廷義的優太人 他的本業本來是小兒科 就是兒童的精神科醫師 那他在那個演講 他講了一個語重心長的話 他說 我作為一個兒童的精神科醫師 我覺得非常的鮮佛 我覺得很丟臉 目前在美國整個社會裡面 有好多三四歲的孩子 小到三四歲的孩子 不斷被診斷過動 雅思伯格 致病各種所謂的病 然後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醫生對他們下藥 Drop them 下藥給他吃各種 比他們的什麼什麼什麼藥的 有時候過動的 他還要加一些鎮定劑 什麼所以都吃了好多種藥 他覺得這一次他做了家族治療 這麼多年一直沒有辦法改變 整個所謂醫療資本主義的這種潮流 所以呢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因為對他來講 所有的人成長學習 其實一開始都是在家庭 家庭不管成人是誰 但是就是家庭 可是在家庭裡 當一個孩子他好動 他大吵大鬧 像個小怪物的時候 為什麼呢 有沒有人去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至少在我們家族治療的信念 哲學裡面 是相信 其實孩子只是家庭的一面鏡子 他的stress 他的壓力實在是在反映家庭的壓力 在反映他的父母也許過得很苦 也許他的父母有人憂鬱 有人自殺 也許他的父母有人得到癌症 他面臨死亡 所以可是我們的現在至少 我想美國一樣 還有台灣的精神科醫師 他們不太有時間 整個健保的制度 不太有時間讓他去了解孩子怎麼樣 有時候媽媽帶了孩子來 他們也沒看孩子怎麼樣 只看他動動動 然後或是媽媽告訴他孩子怎麼樣 就給他開藥 而且很多孩子為什麼會被送到精神科 去吃這些藥 通常是學校的老師 然後護士診斷出來 他活動就叫婚女 你要把他帶去 那這個是很 如果我們提到社會正義 一個沒有反抗能力說 我不要吃藥的孩子 我們強迫他吃藥 如果我們更懂得 從一個大系統來看 他所顯現的症狀 其實不是他的問題 是一個大系統更大的問題 症結所反應的 也不是只是他一個人問題 是一個大系統更大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說就是他的問題 我們就把他當成敗罪羔羊 然後我們其他人都不用改變 所以整個醫療體系不用改變 整個精神科的文化不用改變 我們心理治療的文化也不用改變 我這樣講是因為即使在我們 我們智商心理學界個別治療的一個理論 一個哲學還是強迫整個系統 家族治療的哲學 所以我們一直在很希望 大家在看一個症狀的時候 我不是只是看就像醫學院一樣 分科 你咳嗽去看內科 呼吸道怎麼樣 你頭痛去看腦科 或是看什麼家醫科 都把人一片一片的分割了 那我們全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在這麼多年的工作 還有這前年將近十年 參與學會公務會的公共事務的時候 許多的感慨 所以我今天是很佩服能夠 籌劃這個活動的年輕的人 因為我想我投入公共事務 但40歲你們很年輕就投入了 也謝謝你們 我想這樣子我們才有一個機會 今天越來也是這樣 雖然老了還是有些熱情 就是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 但是也聽聽大家的經驗 我就不多說 把時間留給大家提問